你 俊瑪爷 可以用餐了 郡主呢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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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餐了 我 我不吃了 我早上吃多了 你们吃吧 不 我都说了当时是行事作弊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都说了 没吃饱饭 走路都不抬头吗 那你为什么不让开 你为什么躲着我 没有 没有为什么不好好吃饭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我没有 好好好 你没有 我有 你有什么 我有错 我欠了你 是我的错 你什么意思啊 既然这件事情 让你这么生气 是我没有考虑好 你没考虑好 是什么意思啊 我向你道歉 不会再有下次了 这是你说的 你说你 你说你 你说你没有下次 那我们下次实在提这件事 谁就是小狗 怎么了少爷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我做错了 她发那么大脾气 你别说 巧云也经常莫名其妙不搭理我 而且还冲我发脾气 你小子 看来很有经验嘛 跟我讲讲 少爷别打我开玩笑了 但是 你要相信我的话 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了 我给你分析分析 就是这样 回府之后的事情 你都看到了 少爷 你遇到的这件事啊 抽出了我的经验 你要是敢笑出来 我就军阀处置你 少爷 你做得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但是你亲完就道歉 还说以后再也不会了 这不是 负心汉 负心汉 我怎么可能是负心汉 你胡说八道 我能是那种人骂我 是你让我说的 是我你又不高兴 少爷 你给我安排军中事务 我还没有做完 那没什么吩咐 我就先回军营了啊 我 我明明是在救他嘛 我怎么救成负心汉了